大家好,歡迎收看《時代觀景》,我是迎福曾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最近表示 政治中立的意思是 不論個人意見、特首或問責團隊是誰 作為公務員都要支持特區施政 對政治中立的界定當然影響全港公務員 對於一直標榜要中立的香港教會和基督徒 又有甚麼值得注意呢? 今天很想和大家一起回顧一下中國教會歷史上 關於政治中立的討論 當我們回到歷史場景 可以看到關於非政治或超政治的論述 和今天的政治中立的討論其實很相似 在1948、1949年的時候 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先後出了三封的 至全國信圖書 可以作為我們討論的文本 協進會成立在1922年 是基督教合一運動下的組織 因應各共內戰的形勢 協進會在1948年3月發表第一封 《自全國信圖書》 裏面指出 我們認為 基督徒在個人立場上 准可參加政治 但基督教會 卻不能附和任何政黨 我們必須服從唯一的上帝 不過這並不代表教會 不應該規避我們的公民責任 關鍵在於 我們行動的目的和方法 都必須遵從上帝的引導和旨意 直以彰顯基督的精神 具體來說 協進會指出兩方面的努力 第一 我們應當維護崇拜和侍奉上帝的自由 信中特別提及許多的殉道者 已經為這個光榮的見證犧牲了生命 我們不要讓任何人 把承認基督為救主的快樂 從我們手中奪去 第二 我們對於任何促進政治和經濟平等的努力 都應當讚揚 我們更要在自身的行為上 去謀求這種目標的實現 基督對於貧苦、憂傷、被輕視、被壓迫的人 是何等關心和愛護 我們應當在主面前切實檢討自己 是否能在這些事上 去表示基督的愛 隨著內戰形勢的變化 協進會在8月再發表第二封自傳國信徒書 裡面明確問一個問題 他說這封信要提出一個佔據在許多信徒腦海和良心上的問題 這個問題是基督教對於當前的問題 是否有一個自己的立場 信中指出 教會的立場當然是宗教而不是政治 它是以基督徒的信仰為根據 因此教會不能與任何政黨合流 亦不能用政治的力量去實現它的理想 它應當維持一種精神的團契 不與政治的演變妥協 它在社會中的功能是要表現基督徒的良心 為上帝的救恩的需要和它的真實性去做見證 葉進會強調教會的宗教立場雖然是超政治的 而對於政治的行動卻是有密切的關係 它有責任對於國家和國際生活的道德問題 發表意見和採取立場 具體來說,第一,教會永久提醒世人 它不能靠自己得救 政治的行動雖然需要 並且能夠改良人類的生活 卻不能解決人的基本問題 所以上帝的各總不應與政治的烏托邦混為一談 教會雖然願意盡量協助政治制度的改進 卻不願意承認任何政治制度是絕對和永不犯錯的 第二,教會認為人類的真正平等 乃在於每個人在上帝的愛中是完全平等 這是承認每個人有絕對的價值 而絕對不能被視為政治的工具 因此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 國家是為人而存在 而人不是為國家而存在 從這個立場去出發 協進會指出 教會應當一面對於剝削人類的自由 防害人類生活的政治行動提出抗議 另一方面對於任何犧牲個人 以維護某一個階級或黨派利益的殘暴 也應該提出反抗 教會的立場是要使每個人有權利做上帝兒女 針對個別被召而參加政治活動的基督徒 信中提醒他們 應該在政治生活中表揚基督教的信仰和標準 以侍奉上帝和同胞 身為基督徒除了根據宗教信仰的啟示之外 並沒有特殊的政治智慧 對於其餘的基督徒 必須願意做基督徒的公民 在各種不同的職業中 為基督徒的信仰和生活去做見證 綜合兩封信我們可以看到 葉進會在政教關係上的立場 絕對不是迴避政治議題的中立 沒錯,教會不應該附和任何政黨 不能與任何政治黨派合流 也不能用政治力量實現他的理想 但這並不代表教會要完全迴避政治 教會的責任是要捍衛宗教自由 並效法基督去關顧弱小和被壓迫者 肯定政治和經濟平等的價值和主張 不過協進會也提醒教會 在關心和推動政治制度改革的時候 絕對不可以將任何政治制度 奉為絕對和永不犯錯 更進一步 基督徒要在社會中展現他的良心 對任何踐踏人類尊嚴 剝削人類自由的制度 以至扭曲人性的暴政 教會是責無旁貸 要提出抗議和反對的 在一個紛亂的時局中 教會要教導基督徒 努力做基督徒的公民 在日常生活中 為信仰做見證 對於個別領受特別感召 投身參與政治活動的基督徒 業進會提醒他們 不要忘記自己的身份 要追求在基督教信仰上的指導 業進會這封信 堅持上主是教會和基督徒 唯一要信復的對象 即使確認教會的宗教身份 教會必須要與黨派保持距離 不能附禍和妥協 但這並不代表教會對政治的議題沉默 反而要管住信仰的立場 去實踐教會的公共責任 因此裏面所說的超政治 是指超越黨派保持距離 而不是教會和基督教的社會 政治夾任因此遭到否定 隨著中共政權的建國 協進會在49年12月再發出 第三封的自傳國信圖書 裏面一開始就指出 我們國家今天已經踏上歷史的新紀元 我們做基督徒的目睹在新民主主義下 社會意識日見之掌 當以極度興奮的心情去讚美上主 歸榮耀給他 關於教會在社會的作用 協進會指出今後教會 當然樂意在人民政府指導下 免盡其人民團體的責任 繼續為人民服務 協進會深信 基督教在教育、醫療和社會福利事業方面 可以繼續發揮他的作用 但同時教會要在新的局面下 虛心接受批評 作自我的檢討 重要的是要站在人民的立場 和全國同胞一同迎接這個大時代的來臨 根據基督教信仰以基督的愛心 去服侍個人、小團體和大眾 1949年第三封的自傳國信圖書 當時的政治形勢 已經是革命之後建立的統一政權 協進會對新中國的成立 沒錯 是予以肯定 也沒有再提及要警惕 與政黨政權之間的距離 甚至乎也沒有提及要向不公義的政治 作反抗的信念 反而信中突顯教會要在新中國的建設上 站穩人民的立場 要檢討自己 藉此去完成基督教的獨特貢獻 無用置疑面對新政權協進會 採取一個很謹慎的回應 期望與新的人民政府建立合作關係 信中甚至乎很具政治正確地使用了人民的立場表述 但是同時對於基督教在社會服務和社會改造方面的獨特貢獻 仍然沒有放棄 當然1949年底發表這封信的時候 韓戰仍然未爆發 針對基督教的三字革新運動也未展開 業進會不可能遇見到1950年代之後的政治形勢 教會不單止沒有辦法再在教育、醫療、社會福利事業上發揮作用 甚至乎背上一個帝國主義侵華工具的罪名 要面對各種政治清算和改造 其中中共在背景下開展了對基督教超政治大規模的控訴 在1951年中國天主教會中 有一份題為學習參考的文件 受到中共官方的批判 這份文件主要是針對當時中共在天主教中所推動的三字革新工作所做的回應 裡面提及了超政治 文件這樣說 他說天主教是耶穌親自建立 由中途傳下來的 是至一至公的神聖教會 整個一體猶如一身 以耶穌的代表教中為首 是超政治、超國際的 是不一國際的糾紛和政治的變遷而分裂的 文件很清楚地強調天主教會的超然地位 他提及教班們知道一方面天主教會是超然的 絕不閱出信仰和道德的範圍 而干涉政治 因此教會整體是不適宜涉及政治活動 而教會以公民身份參與政治活動的時候 也不應該假借教會的名義作政治工具 否則就會破壞教會的超然性 很快在3月16日 基督徒政協代表劉良毛 就在《光明日報》發表一篇 《基督教與外國主義》的文章 裡面開展了對超政治的批判 裡面他說有些教徒說 基督徒不應該過問政治 應該抱著超政治的態度 其實超政治的態度就是一種政治態度 這是基督教中少數的壞分子 用來欺騙教徒 在教徒和我們人民政府之間 去挑撥離間出來的一種借口 17日《光明日報》發表題為 《帝國主義分子破壞天主教自立外國運動的鐵證》 正式駁斥了超政治的觀點 隨著基督教抗術運動的開展 兩位基督教熟靈派的重量級人物 也就超政治的錯誤表態 賈玉銘是屬靈派的得高望重領袖 1951年8月他在天峰撰寫文章 按聖經眼光看基督徒是超政治的 裡面他論證基督徒不應該超政治 賈玉銘指出 基督徒必須入世在社會上做見證 同時要盡人民的義務和本分 要服從政府的命令 需要愛國 為國家祈禱 我亦說你政教分離的概念 指出重點是政治和宗教各有不同的範圍 而不是說人有了信仰就不民政治 偽託聲是另一位超政治問題表態的屬靈派人物 1951年8月他在上海南陽路聚會處的學習會上 就超政治問題作出自我批判 他說宗教信仰是一件事,政治觀點又是另一件事 一個人可能在宗教上是信仰純正 但是在政治觀點上卻是帝國主義分子 所以站在人民的立場上 你就要明白你不親帝就得反帝 你不反帝就是親帝 所以超政治是絕對不可能的 然後他說儘管你說超政治自然而然 其實是有一個政治觀點托著你的 就好像一個茶杯給一個盆托著一樣 這個盆就是宗教 但你的盆是甚麼盆呢? 偽託聲說去仿然大悟 政府不是要問你的盆是甚麼 而是要問你的盆是甚麼 政府不管你的宗教信仰是怎樣 不管你的宗教是長或方 政府要管的是你所配上的盆子 是甚麼盆子 你的政治立場是甚麼立場 你是反帝的基督徒 或是一個反人民的基督徒 偽託聲不能不承認帝國主義 曾經利用基督教 也包括淑靈派在內 所以基督徒必須要揚起超政治的錯誤 基督徒要投入控訴 控訴也不會影響淑靈 很明顯賈玉銘和偽託聲兩個人 用不同的進路去反對超政治 賈玉銘所展述的仍然是建基在聖經 和基督教的傳統中 呼籲基督徒要關心社會 要盡人民的本分 這個未常不是淑靈派 在社會政治觀點上的突破 相對來說 偽託聲對超政治的理解 可以看到他充分掌握到中共的精髓 並且從結合熟靈的話語方面 去作出表達 50年代初期 基督教和天主教對超政治的批判 其實並不是指教徒受到出世的屬靈觀影響 而是要指出 到底基督徒、天主教徒 要站在一個什麼政治立場上 超政治的爭議背後就是政治立場 1951年10月的天風 有一個短評中說 他說愛國愛教的基督徒乃是中國人民的一部分 我們不能將基督徒和全國人民中提出來 認為中國人民的立場之外 還有一個所謂基督徒的立場 我總認為基督徒有基督徒立場的說法 在客觀上會模糊基督徒的認識和作用 這是比帝國主義有機可乘的 所以 抗素運動所針對的超政治 是說基督徒企圖用宗教信仰做理由 一個所謂的基督徒立場 不去支持革命運動 或者中共的路線和政策 這是人民的立場 中共相信你不站在人民的立場 你就是反人民,反人民就是反革命 對超政治的批判 說明隨著官方意識形態 在中國社會各個領域的確立和強化 中國已經進入一個泛政治化的時代 而是政治直接延伸到社會不同的領域 人的活動的每一個方面 任何不同官方意識形態的意見 或者拒絕與官方的立場合無的主張 以至到你訴諸於中立的沉默 都不會被官方接受 這是一個非有積敵的形勢 你需要作出政治的判斷 在黨國眼中任何企圖 在政治大是大非的問題面前 保持中立的超然態度 就是超政治 超政治必須接受批判 中共針對基督宗教的超政治論述 目的是要強化對基督宗教的控制 要求他們對黨國的支持 藉此要否認宗教信仰所具備的獨立和超然價值 以至到他們對黨國權力的批判角色 一種超政治論述 特別是人民立場 凌駕於基督教立場的表述 充分反映出宗教教義 如何受到意識形態 特別是愛國主義的制約 不論你是甚麼神學傳統 你是自由派、現代派、或是基耀派 你所相信的是社會福音 或是屬靈派 到需要全盤否定你們自己的立場 對基督教信仰的獨特性堅持 要作出自我批判 可以說1949年後中國基督教的社會政治角色 基本上是要完全納入黨國控制的宗教 和改造教會的工程中 並以摧毀宗教信仰和宗教團體的獨立自主作為代價 在2020年的當下 當我們重溫這段歷史 不知道大家有甚麼感想 此時此刻 香港似乎越來越步向一種泛政治化的方向 逐漸成為只容許一種政治正確聲音和立場的和諧社會 過去教會常常以中立去迴避表達意見 不過今後 教會和信徒要做好預備 一個以中立為名 甚至批判超政治的旗幟下 去為當權者背書的時代 是不是真的離我們很遠呢? 今天的時間到這裡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請是不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